我以為就是這一次也是自在參加 是 因為已經五次都這樣了 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進去講他那麼衝耶 16年了然後呢拿到第一名 可以問我今天叫聲嗎 各位媒體大哥大選們 我知道你們辛苦了 但我想問耶 那個等了16年 然後剛第一個拿到的感想是 很重 很重 而且我媽媽 有別的吧 有別的 因為我媽 我爸我媽今天是第一次 跟我一起走紅毯 然後跟我一起等待這個 講的結果 然後在上台之前 就是知道是我的時候 我媽媽一直在我的耳邊說 要漂亮還是要哭 要漂亮還是要哭 還是要漂亮吧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好 我忍住 好好好 可以了可以了 媽媽媽哭得很漂亮 妳也很漂亮 對 媽媽哭得很慘耶 對 媽媽一直是爆頭大哭耶 對 而且重點是 這一次我是真的沒有 應該是說 我是入圍這麼多次以來 第一次把得獎感言印出來 所以之前都沒有嗎 之前沒有 我想說我都可以 寄起來 對 寄起來 寄在腦子裡面 所以我知道了 下次再入圍 第一個爸媽要帶上 對 然後再來稿子要印出來 對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謝謝 我的爸爸媽媽 因為其實我們最近也是那個 我們部落的封燃祭 所以有一些準備 我爸爸又是頭目 所以他比較忙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女兒也有一些自己的豐收 所以希望你可以在現場 跟我一起見證 然後他就說 如果沒有呢 喂 對 我說不然就三鄉嘛 然後他就說 不會啦 我來的就有了 所以其實今天爸爸媽媽 都是我的幸運 爸爸媽媽 剛剛已經有警告我說 不要酒醉喔 我已經差不多醉了 太開心了吧 對 還有什麼想說的 然後我想要 謝謝我的家人 然後要特別謝謝我的女兒 剛剛在台上有謝謝她 對 因為是她給我最大的創作靈感 是 然後 如果沒有她跟我說的 不管別人怎麼去想你 不管別人怎麼去看你 你都要好好的做你自己 這是女兒跟你講的 對 這真的不容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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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